大家好,我是大马正哥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熊虫中国超市 最近大家很多都在关注高考的问题 也是考虑的 也是在关注填报志愿,选什么专业 未来什么专业比较好就业 这些方面大家可能家长学生关注的比较多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关于就业 觉得大家可以把眼光放得长一点 长远一点 放得更广一点 不一定,大家都一定像以前的思维 一直在盯到国内 把眼光一直放到国内 从中考高考到将来大学毕业就业 包括考研等等 一系列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惨烈的 在国内的这个卷的程度 可能是世界之最晚 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像国内的竞争这么厉害 学业各方面的一个竞争 觉得可以多出来看一看 包括大学的大学选择也是可以考虑到国外的一些好大学 全世界排名前一百、前两百大学很多 当然有条件好的话可以去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这些地方 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新加坡也有很多大学 马来西亚也有 这次也有不少大学的排到全球前两百名 包括他英国、澳洲、澳洲分校也在马来西亚设有分校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将近有十 十来所大学可以选择 这是比较好的 就是排到前两百名 它的门槛的话相对不是那么高 比中国内高考的这个难度要求会低一些 如果成绩好一点的可以申请到英国、澳洲的一些分校大学也是不错 生活费 这边的费用、学费、生活费都比较便宜 比去英国澳洲直接去英国便宜很多 可能节省三分之二以上 然后这边马来西亚本地的公立大学的学费可能就三万人民币 加上生活费的话一年可能六七万人民币就可以已经够了 所以说这个在对于初步留学来的话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选择 毕竟它的排名的话也是非常不错 将来的话去英美、欧美的深造 包括回国就业发展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这毕竟这边的一个大学都是全英文教学 将来跟国际化的交流也更顺畅 也更能够多理解这种多元文化、价值观 他都对这方面的一个见识、见解也都是不一样的 9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著名的管理大师大千元一 他当时就鼓励当时的日本的年轻人大量去争取海外的工作机会 会有更大的一个职业发展空间 确实后来派出去的日本人他们都留在本地的日本人的工作机会和岗位 所以升迁机会要多很多 当然收入也是更不要说了 当时日本正面临一个大量扩张 产业转移的 日本基本上海外的产值的话 超过它本土的产值 所以说日本 这是一个大量的产业输出的一个过程 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最近这几年的话应该也是面临大量的产业输出产业输出 也需要大量的人产 国际化的人产 包括贸易 熟悉各个国际化的一些各个国际环境 理解国际文化等等这些方面的人产也是需要 所以说有这样的国际海外留学背景的学生的话 就更有竞争力 更多的机会可以选择 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大学留学的一些情况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最近的每周会有的现场说明会 好 谢谢大家